接下來我們來看高雄 因為這個宮廟 陳其邁怕膠 所以現在很多宮廟 那麼都靠向陳其邁 甚至美朗有三分之二的人 說要請陳其邁 現在還有包括眷村 那現在柯志文受不了 柯志文罵陳其邁說 你不要選舉的時候 你才來踩點 結果人家說 你不是選舉的時候才來到高雄嗎 來 我們來看不下 他不是特地來拔樁 他是來給十五千歲祝壽 大綱埔古壽公主委 一句高雄市長陳其邁不是來拔樁 看在國民黨高雄市長 參選人柯志恩眼裡很在意 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來象徵柯志恩參選起點的廟宇參拜 似乎讓藍營有些不適滋味 柯志恩頓文讓他行腳到藍營選區拔樁 亦未競爭有利於市民 畫風一轉 難道身為市長的陳其邁 過去都不到或很少到眷村關心嗎 還是眷村不在其市政治理範圍 所以他的出現是異常而非日常 為了這個在選舉期間特別就是要去做一個互相較勁的狀況底下 附近讓人家懷疑是不是之前其實很少到廟宇去做拜訪 大鵬九村社宅的洞工市民有需要的地方 高雄市長陳其邁來到岡山跑市政行程以全力解決市民需求來回應藍營的攻勢 導致同場的綠營立委不忍了 綠營立委對柯智恩隔空校正不以為然 因為確診還不能走基層的柯智恩 看著對高雄熟悉的陳其邁動作頻頻 罰裝固裝較勁 一觸即發 那我請教一下異夫兄 他說陳其邁三季的時候再來採點 再來採宮廟 再來採建村 那我們可以說柯智恩你也是選舉的時候才來到高雄 可以這樣說嗎 不要忘記一件事 陳其邁本身就是高雄人 本身就是高雄人 那你下去這個區域去選舉 無論說你跟這個區域有什麼間接的關係 他你都必須要有一個親近性跟本土性 因為你要跟市民裡面必須要有親近性 所謂本土性 你要讓大家去覺得你跟我們高雄市人相容 不是格格不入 你必須要達到這兩個地步 其實你在這兩個地步上面 你去太計較這個陳其邁 你反而會被回力表打到 你自己應該去比較直接進入侵入性 去跑基層什麼讓大家去認同你 然後擴散你的基層力量 你選票力量 這個比你去質疑陳其邁還重要 還重要 因為如果你們兩個都是高雄市人 那如果參選你可以質疑他 因為你的親近性跟本土性 大家都是高雄人 但是問題是柯智恩不是 所以你在親近性跟本土性上面 你要更加的加倍 否則你這樣一直是質疑陳其邁 沒有用 那我問你 柯智恩確診了 他居家招呼 他人在臺北 臺北這個隔離 居家招呼 你那如果你要選高雄市長 你會這樣做嗎 我會選高雄 為什麼 居家隔離會選高雄 為什麼 因為我要在高雄選舉 我就說了嘛 親近性與本土性的問題 所以我還我會選擇在高雄 因為告訴大家 我就是來選高雄 我把自己當作一個高雄人 我確診我也在高雄 我治療我門診我也在高雄 就表示我跟高雄市 我來這邊參選是跟高雄融合的 我我跟高雄市一體化的 如果你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被質疑了嘛 所以我還我會選擇在高雄 因為告訴大家 我就是來選高雄 我把自己當作一個高雄人 我確診我也在高雄 我治療我門診 我也在高雄 就表示我跟高雄市 我來這邊參選是跟高雄融合的 我我我跟高雄市一體化的 如果你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被質疑了嘛 拜廟的行程 我一點建議國民黨 你去跟人家教這個拜廟 對廟不敬 桃園張善政就發生了一個趣聞 張善政開始跑的時候 他因為他求見邱醫生議長不得嘛 那就有一次我們的有繞境 有一個宮廟繞 繞境他知道那個議長是 繞境主任委員 一定搞 議長要搞 那個林志堅也有到 他就去發 前一天晚上去發一個新聞通知說 張善政要去嫁中 創一個廟廟 覺得人生命要生鏡 要出場 林志堅 不是在選舉嫁中 你怎麼會嫁中 創得很不開心 假如我們剛剛他沒去 他說他確診 林 林 那個什麼 張善政沒去 就確診 沒辦法抖去 所以現在變成桃園國民黨內的笑話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人家繞境的主體性一定是宮廟 有時候主委可能會有 要跟人家專長 不能跟人家當作一建廟 都要說 不能跟人家當作一建廟 兩人家的藍色 那些藍色 再大紀念